他是天上人间的第一花魁,却惨被壁纸刀割喉致死,他从陪酒女开始做起,短短几年却是名利双收,在两千年的时候身价已经达到了上千万,而明明已经确定了嫌疑犯,却是无法对他们寄行抓捕,到现在呢,这个案子也是一起悬案,那今天呢,我们就来讲讲天上人间第一花魁惨案。 那说起天上人间呢,大家应该不会陌生,那年龄稍小一点的朋友呢,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,下一期呢,我会做一个天上人间的视频,好好地来聊一聊他的背景和奢华。 天上人间曾经是北京最顶级的夜总会,那装修豪华,消费不菲,而里面的姑娘呢,那都是各顶各的超级美女,而天上人间也被称为了京城的第一悬眉场。 那在这里边消费的人,那非富即贵,有权有势,挥金如统,我们也知道啊,在古代有青楼,那青楼里面它是有头牌的,那天上人间呢,那也得有拔尖的,所以呢,他们啊,这里边有一个第一花魁,那这个花魁是谁呢? 他的名字叫做梁海玲。 梁海玲呢,长得非常漂亮,但是在这众多的美女的天上人间里面,她也并不是最出众的,那身高是一米七,体重是九十斤, 那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在于,虽然他们的学历都非常高,但是这个梁海玲呢,能够巧妙的运用自己的知识,和客户呢,聊得特别的投机。 梁海玲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县城,在初中的时候呢,她就有一个特别爱臭美的毛病,啊,每天就想着买各种漂亮的衣服,买各种昂贵的化妆品, 但是呢,无奈于,家里面条件很一般,那只有通过自得努力了。 通过人家自得努力啊,她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,当大学毕业以后啊, 这个梁海玲啊,也是选择一份普通的工作啊,一个月是两千多块钱, 但是呢,这点钱无法满足她对奢侈品的奢望,所以说呢,一个机缘巧妙的机会, 她看到了天上人间正在招聘,招聘什么呢,就是陪酒女, 那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,她呀就来到的这儿做了陪酒女, 慢慢的越做越好,越做越优秀,那她呢就转为了女公官, 刚开始呢,这梁海玲啊,是比较犹豫的,她觉得呀, 女公官,那背后需要付出的东西就比较多了嘛, 啊,这个,国德康老师说了嘛,能人背后有人弄嘛,啊, 她也怕被人弄嘛,后来这个老板就告诉她了, 说呀,你不就怕出台嘛,啊,你其实呢,完全不用担心出不出台, 你出不出台,你是自愿的,我们呀,不会强迫你, 听了这句话,梁海玲的心里面那颗石头啊,就落得下去, 嗯,行,那我就好好的公官公官,啊, 由于呢,她是名牌大学的学历,加上呢, 又对这个天文地理,军事政治,很多东西她都会聊, 所以说呢,在和她接触的这些老板中呢, 对她的认可度啊,特别高,那梁海玲的一个州, 就是五千块钱,您想想啊,那是九几年的时候, 那会儿呢,人均工资呢,也就几百块钱, 你和她聊天,聊一个钟头,你就得给她五千块, 同时呢,咱们也知道,等男人有钱就变坏嘛, 他们来到这儿呢,就是那种感觉,挣了钱的,啊, 老子,打了一辈的仗了,就甭享受享受嘛, 所以说呢,这些人啊,根本不差钱,啊, 那刚开始做公关的期间呢,梁海玲呢, 还是一直监署她的底线,那就是不出去不出台, 啊,所以说呢,这些老板呀,就暗自的叫起劲来了,啊, 他们呀,就觉得,谁能够第一次把这梁海玲撬出去, 那,有本事,啊,体面,地的, 北京人说我们地的,就当做自己炫耀的资本了, 所以说呢,这苍蝇不定五分的淡嘛, 有一天,天上人间呀,来了一个大老板,姓黄, 来到这之后呢,他一言就相中了梁海玲, 啊,就跟他说的,嘿嘿嘿, 梁儿梁儿,晚上,跟我出去一宿吧,啊, 刚开始呢,这梁海玲呢,那就不行,不同意, 不行,我从来不出去,啊,我从来不干这个事, 哎,没想到呢,这黄老板呢, 咔,拿出来了,不是钱,拿出来一个空白的支票, 梁儿梁儿,只要你跟着我出去一晚上,啊, 上边的数字你随便填,那梁海玲呢, 抵挡不住诱惑了,他呢,就咬牙切齿的, 在这支票上啊,写上了一百万, 一百万啊,那什么概念啊,那当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, 没想到,这黄老板看到之后呢, 脸上都乐开花的,啊,他信不想, 嘿,哎,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, 因为在黄老板眼里边,一百万呢,根本不算钱, 啊,那你想吧,这票你也填了, 那你就得履行承诺了, 所以说呢,他就跟着人家出去了,啊, 当天呢,怎么折腾,怎么闹,啊,怎么,怎么玩, 就是,咱也不知道, 反正呢,这头儿已经开起来了, 后来啊,这天上人家呢,人家毕竟是为了挣钱嘛, 人家举办了一个花魁争霸赛, 哎,一种营乡手段, 就是让这些客人们呢,大家一起来参加, 然后让人们选出来呢,谁是最受欢迎的, 谁是最棒的那个姑娘, 那这个事呢,啊, 其实啊,在过程中的竞争的过程中呢, 有一个也长得非常漂亮, 那个女孩呢,一直是领先着梁海灵, 那黄老板你看,不行,啊, 直接啊,拿出来了四百万, 把这梁海灵呢,砸成花魁, 但是呢,咱们也不能说人家梁海灵没有实力当花魁, 只是在进来的过程中呢, 这黄老板是英雄救美,啊, 尽了力了,所以呢, 这梁海灵啊,就夺得了花魁, 这也让梁海灵,还是彻底的出的名了, 其实呢, 他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出厂价, 山价呀,是不低于那些二线明星的,啊, 当上的花魁, 梁海灵的山价自然顾必提了, 以后想将人家跟人聊天, 是, 五千起步, 一个小时, 聊天,是吧, 你想喝杯酒, 那你得拿出一万块呢,啊, 你要想让他给你唱个歌, 跳个舞, 起码两万打顶, 就这样一个高昂的消费价格, 人家梁海灵每天呢, 也是排的满满的, 档期非常忙, 人家是抬柱子嘛, 同时, 他呢, 因为有高学历, 人家也有头脑, 他想着, 我现在挣钱是倾诉, 我挣的是青春钱, 那我以后人到猪黄了, 我就挣不倒了, 所以说呢, 他就借助于和各个老板之间的这个关系, 然后从中呢, 也是接触了一些生意, 也是跟人家学嘛, 沾了一点光, 一来而去呢, 他也通过互相之间的给他们介绍, 谈成了一些生意, 毕竟啊, 大家也知道,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, 很多行业是监管不严的, 有些是灰色产业, 灰色收入, 甚至有的就是黑色产业, 所以说呢, 梁海灵是中间人, 也是见证者, 甚至有些买卖呢, 他有参与进去了, 这件事呢, 其实也跟他的死呀, 埋下了伏笔, 很快呢, 梁海灵啊, 自己也开了一个饭店, 同时啊, 开了两个桑拿喜玉, 短短这才几年时间呀, 他从一个陪酒的, 直接成了一个大老板了, 当时呢, 梁海灵在北京的四环买了一套大别墅, 还买了一辆四百多万的轿跑, 同时他的卡里边还躺着一千多万, 每天呢, 还有大额的进场, 生活呢, 非常的美滋滋, 可是呢, 就在他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, 到了05年的一天, 梁海灵啊, 却在家里边被人给割喉杀害了, 手段呢, 特别残忍, 具体怎么个情况呢, 因为呢, 他住的是别墅区, 那别墅的保安呢, 这个保安系统啊, 都特别好, 人家呢, 没事就会寻寻逻, 看看有没有安全, 这个隐患之类的, 当天呢, 两个保安呀, 牵着一个大狼狗的巡逻, 平时这个狼狗啊, 经过梁海灵家门口的时候呢, 没有什么反应, 但是当天, 这大狼狗到的这梁海灵家门口的时候呢, 就是狂笑不止, 就是往里边要窜, 保安呢, 就来到的这门口啊, 也是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腥味, 一看事情不妙呢, 就赶紧把这个门里撬开了, 破门而入的时候, 眼前的景象, 这众人呢, 是吓了一大跳, 只见这个天上人间的低话柜梁海灵, 那是躺在客厅的地板上, 没有睡着, 那是四翘翘的, 这一滩一滩的心绪, 再靠近一看呢, 脖子上呢, 勒着一根绳子, 然后呢, 这脖子呢, 颈动脉被割断了, 而且呢, 是用一把壁纸刀割断的, 那这个壁纸刀呢, 就扔在这尸体旁边, 那六扇门呢, 就赶紧调查吧, 他们呢, 发现这屋子里面有两个血手印, 那梁海灵家里边的保险柜呢, 都打开了, 反正就是柜子呀, 衣橱啊, 抽屉呀, 全都翻遍了, 家里边那金银首饰啊, 现金之类的, 全被拿走了, 那奇怪的是呢, 他们家的墙, 有两块呢, 被人给砸开了, 咱们就说了, 你想要钱的话, 你为什么砸墙呢, 难道说, 梁海灵在被害之前, 说出了什么秘密, 说墙里的藏什么东西, 还有一个关键里啊, 这梁海灵, 咱们也知道, 那是非常漂亮的美女, 但是呢, 她死前却没有遭到任何的侵犯, 所以说呢, 这个凶手啊, 他只是来要钱的, 他不解释, 然后就赶紧的调这个监控系统, 05年的时候, 人家别墅那边, 已经按上监控了, 当然呢, 那会儿那个不是高清的, 不是高清的, 也能辨认出一些蛛丝马迹, 同时这保安也说了, 在被害人被杀之前呢, 他们保安呀, 是放了两个人进去的, 这两个人呢, 来到这个保安室的时候, 跟梁海灵打了电话, 梁海灵呢, 电话里边也同意了, 让保安呢, 放那两个人进来, 进去之后呢, 过了没有几个钟头, 他们就开着车走了, 然后从监控上, 一个模糊的样貌吧, 然后呢, 警方呢, 就来到了天上人间呢, 去调查, 问问这里边的人, 认识不认识这两个男的, 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啊, 这个有一个男的, 叫做王大伟, 那王大伟是谁呢, 王大伟啊, 和梁海灵的关系不一般, 他呢, 是梁海灵包养的一个情夫, 您看看有钱了, 这女的也变换, 因为呢, 当年他们刚来这工作的时候啊, 王大伟呢, 来自农村, 他在这个天上人间呢, 是端盘子的是个服务生, 但是时间长了, 一来二去呢, 两个人就熟的, 梁海灵呢, 这有了钱之后啊, 就把他包养了, 你说王大伟呢, 你对吧, 好不容易傍着个富婆, 还挺漂亮的, 你就好好伺候人家就行了呗, 哎, 没想到这小子呢, 喜欢上他赌博, 而且赌得特别厉害, 特别狠, 每一次赌啊, 欠的钱, 都是那林林啊, 帮他还账, 还来还去, 梁海灵也受不了了, 他妈, 我这天天累死累活的, 忙前跑后的, 对吧, 我挣点钱, 全天你这个坑了, 后来, 这个也就是案发前几天呢, 他是坚决的和这个王大伟分手了, 意思吗, 以后你一分钱, 你也别查我要了, 那帽子叔叔啊, 就赶紧呀, 找到王大伟的出租屋, 发现了人早就没了, 再从屋子里边调取了指纹, 发现了一个指纹, 和那壁纸刀的指纹是一模一样, 那很确定, 王大伟就是凶手了, 那另一个共同作案呢, 是王大伟的表哥, 同时啊, 经过走访调查, 他们也知道了, 王大伟在分手之后呢, 又出去赌的, 而且这次呢, 欠了70万, 他去找这个梁海龄, 那很有可能就是要钱, 钱不给, 那又把人杀了呗, 但是呢, 经过统计呢, 梁海龄当天呢, 总共是丢的现金20万, 他当时欠的是70万, 那50万他得想办法, 就哪怕逼问出来, 对吧, 你哪怕我带着你去取钱, 你把钱给了我, 才能填到这70万的窟窿啊, 而且呢, 梁海龄有四张银行卡, 这卡里边呀, 加起来, 孙坎有一千多万, 那真没钱的话, 既然要杀了他, 那你得想尽办法, 把钱弄出来再走吧, 而往下一调查呢, 发现呀, 这个王大伟和他的表哥呢, 当时已经坐着飞机呀, 去的这洪都拉斯了, 但是非常可惜啊, 当时啊, 这个洪都拉斯和咱们没有建交, 所以说就确定了他们是凶手, 你拿他们也没有办法, 正常的找到的凶手啊, 虽然结不了案, 但是这个事呢, 起码有一个前一后果了, 起码能确定了, 对吧, 那没想到最关键的点出现了啊, 那两个杀人凶手, 王大伟他们在洪都拉斯呀, 待了没一段时间呢, 突然间在当地别人给暗杀了, 那反馈过来的消息呢, 也是不知道谁杀的, 还是暗杀, 您想想, 这个逻辑呀就复杂了, 那这样再去理一下的话, 说明呢, 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啊, 还是另有其人的, 说白了, 王大伟和他的表哥呢, 就是帮人去把这个梁海林给做了, 至于过程中怎么折磨的梁海林啊, 什么拿刀割肉啊, 然后拿你鸭签扎呀, 目的是逼问出来一些东西, 也是让他承认出来一些东西, 一些秘密啊, 但是呢, 应该是实在问不出来, 那只能杀人灭口的, 现在呢, 这个虽然是个悬案, 但是很多人的猜测, 其实有道理的, 梁海林被杀的主要原因, 应该是在天上人间呀, 和别人做了什么灰色的交易, 然后掌握了一些别人不可告知的秘密, 那没有办法, 作为大老板来说, 你在他们的眼里边, 你哪怕再有钱了, 你也就是个陪酒的, 你也无非就是个花魁嘛, 我能把你捧成花魁, 我也能让你花枝枯萎,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我的秘密, 那我就让你下地狱, 至于这个背后的真正凶手, 到底是谁呢, 至今也是一个谜, 很多的猜测, 有人说是天上人间老板, 也有人说是过程中的接触的一些其他的老板, 是呢, 到现在, 这也是一个悬案, 其实看梁海林的案子呢, 我们有一个感触啊, 就说这女人呢, 只要长得漂亮啊, 再加上有点标点, 有点文化啊, 那来钱是真的快, 但是呢, 你想要那种来钱快的生活, 想要奢华的生活, 你在背后呢, 就要承担一些风险, 那这个风险有多大, 就取决于你对金钱的渴望有多大,